司長、局長 我很能夠理解你們很難做 因為一遇到一些利益需要平衡的時候 就有人拿法律又用官司來代理你們 難怪司長你現在有這麼多官司在手上 搞都搞不定 但是政府依法施政是前提 在這個前提之下 科學施政就是這個施政的核心 而科學施政也都需要以一個民意作為一個基礎 針對這個變題 有團體是做了一個網絡的民意調查 一共有634人進行了投票 而有八成的人贊成取消月票位 而有兩成是認同保留 而在兩成認同保留月票位裡面 又有八成人是認為月票位的比例 應該是降至兩成或者是以下 八成或者以上應該是作為非月票位 以提升流動率讓更加多的公眾可以使用 那麼這一份資料我想都可以交給司長 或者局長你們作為一個參考的資料 那麼無論今天辯論的結果如何 但是通過今次的辯論 是令社會更加清楚政府的想法和做法 也都令大家可以更加坦言和明辨各種泊車的問題 給予政府一個建設性的建議 那麼在月票制度可以變的情況之下 如何變得更好 就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 那麼大家對這一方面都給了 很多同事都給了很多的意見給政府 也都希望政府不要浪費我們這麼多同事的意見 或者浪費今次的辯論 能夠充分聽取我們社會的各種意見 就是我們今天所提出的辯論動議最終的原意 就是希望政府能夠透過這個辯論 作出一些科學的決策 多謝